北宋王朝他對老百姓也非常的寬容 在仁宗時代開始 北宋還有全世界最早的敬老津貼 當時叫做蔡前 所以各位 北宋的人口為什麼突破一役 絕對不是偶然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宋朝 但是帝國沒有被養垮 基本上宋朝的政治格局 就是皇室跟世代夫共同治國 這個狀況到了宋仁宗時代 可以說是完全成熟了 對世代夫官邀集團來講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必須要從科學考試當中脫穎而出 提侵完全相反 雖然也都做到將軍 但是當了四年的蘇蜜死之後 被貶氏出京了 偷偷肯定仁宗朝得志 他認為這個仁治 用在宋仁宗身上 絕對沒有問題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歡迎收看 今天的後來座談節目 我是主持人歷史哥林修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來我們的歷史講堂 來講講大任私人的系列 最近我們在討論一個皇帝 上次呢 講到他泥貓換太子的故事 就是宋仁宗 上次聊著聊著 大家爭論得非常激烈 為什麼呢 覺得宋仁宗一輩子 庸入無為啊 打仗也打不贏 做事情也不能決斷 這怎麼能稱三個好皇帝呢 除了在位時間久了一點 看起來啊 覺得他跟所謂的盛世啊 相距甚遠 可是不可否認是同一時期啊 宋朝卻是完全走向了全盛時期 而為什麼後世的士大夫 如此推崇宋仁宗 單純只是因為 俯如淤儒的思想嗎 另外我們也提到說 仁這個字是宋仁宗首用 作為妙號 他擔當得起這個字嗎 難道仁是不對的嗎 關於宋仁宗的故事 還有非常非常的多啊 他的性格他的作為 還有他帶領國家的前進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把宋仁宗後面的故事啊 繼續來聊一聊 那講歷史要找誰啊 講歷史當然要找 我們王立本老師 學長 好 主持人好 還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們聊仁宗啊 學長很多人不服氣啊 仁宗到底是不是個好皇帝啊 上一個呢 我們講到說他是個好皇帝 但他到底好在哪裡啊 除了個性好之外 他的具體措施 具體所為又是如何 還有呢我們上講其實講到了 他在洞下戰爭發揮啊 雖然有敗有勝 但最終還是逼著下來議和了 可是除了東北邊的戀朝 西北邊的西夏 據說南邊啊也有打仗啊 可以這麼說啊 北宋呢花了四代皇帝啊 才真正安定下來自己的疆域啊 就沒想到從太祖太宗真宗到仁宗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成就仁宗相當重要的一環啊 那這個戰爭呢 就是對於西南的大南國戰爭啊 或者呢叫做農治高之叛亂 那農治高是誰呢學長 我們是不是講一下這個精彩的故事啊 好我們講一下對北宋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他安定了南方的疆域啊 尤其是宋仁宗逃的時代 我們先講一下當時的梁廣地區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知道梁廣在五代十國是屬於南漢國的疆域 但是後來南漢國被北宋所征服 其實我們就當時宋朝初見的時候 對南漢國的戰爭 我們發現宋軍大概就只有安定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一代 所以他並不是完完全全對整個南漢國的疆域用兵 我可以告訴各位南漢國的疆域 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梁廣 到湖南的南部的一小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打到今天的攀域 就是消滅了南漢國之後 那宋軍就沒有繼續再往西深入 所以整個廣西地區 當時北宋稱作所謂的西南儀 就設了大量的基迷州 什麼是基迷州呢 就是這一代的部落 他們受到宋朝的撤封 但是實際上宋朝並沒有害官邸進行直接的管理 這種狀況就持續了相當久 各位一定會覺得奇怪 那之前的宋朝皇帝怎麼會允許 這種情況那麼久 很簡單 各位應該可以想得通 因為宋朝這時候 國防壓力在北方嘛 所以他幾乎所有的精兵兩將 都集中起來對付北方那兩個 非常強大的敵人 所以宋朝基本上對南方就沒有花太多的心力去管 這個情況大概到了 這個真宗朝之後 狀況慢慢就改變了 為什麼 我們知道在今天廣西一帶是壯族自治區嘛 是不是 在真宗朝之後有一個壯族的領袖叫農權府 就在廣西的廣源州這一帶 就是今天廣西的近西田東這一帶 逐漸的崛起 靠近越南這裡 對沒錯 在1029年他就在當地宣布建國 建立的歷史上叫長崎國 又稱長申國 而且他自稱為昭聖皇帝 各位注意他稱帝了 封他的兒子農志高為南亞王 農權府曾經一度向南方的大渠越 就越南的禮朝稱臣 但不久之後又獨立 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圖其實就很清楚 我們看到基本上是夾在三個大國家中間 對不對 北方的宋西面另外一個 西南的大國大理 以及南面的越南的領事王朝 所以他夾在這三個大國中間 等於是個三不管地帶 有沒有 交都沒有不好 對 所以壯族領袖在這個地方 竟然就稱號建國了 各位他在1029年就稱號建國 但實際上你看 宋朝到了1045年之前 基本上對他沒有什麼管 各位還記得嗎 1038年之後 宋朝在幹嘛 就在對西夏作戰對不對 所以宋朝對這個地方 打得不可開交 打得一塌糊塗 所以這個地方宋朝就沒有怎麼管他 後來農權府去世 就由他的兒子農志高 在1041年即位 他改國號 把他父親的長崎國改名叫大利國 而且還跟南方的越南的禮朝 發生了戰爭 農志高除了跟禮朝發生戰爭 互有勝負之外 到了1045年 農志高就攻佔了 今年廣新的德安州這個地方 又把國號改名叫南天國 年號儘銳 再度跟南方的大取悅 就是我們講越南的禮朝 又發生了幾次戰爭 到1048年之後 農志高才幾度擊退了 越南禮朝的軍隊 免除了多面受敵的狀態 隔年1049年 農志高就開始了 像四周 尤其是廣東 開始發動他的進攻 擴張他的疆域 各位 如果農志高他就在 廣西的山裡面 當猴子 當王的話 我看北宋大爺也不會理他 就跟我們上次講到 李元昊一樣 如果他就當個國王 宋朝大爺也不太會理他 沒有想到他竟然想把他的力量 擴充到整個 在嶺南地區 攻佔整個梁廣 宋朝就不能不理了 後來在1052年的時候 農志高以5000人的兵馬 攻陷了 當時在廣西地區 很重要的一個州縣 叫做雍州 攻佔雍州之後 他就自立為帝 宣佈成立大南國 你看又改了年號 而且還開始仿造中原王朝 建立文武百官的制度 他一路勢如破竹 當時廣州叫做攀渝 達到了今天攀渝的外圍 圍攻57天 非常危險 如果這一次 他把攀渝攻下去 表示整個珠江三角洲 就全部拿下了 這時候號稱有兵5萬人 而且席捲整個廣西各地 當時他還準備要派兵 北上攻打湖南 打到這邊 對宋朝來講就不能不管 再不管整個南部就丟掉了 所以宋仁中就急忙從西夏 開始抽調部隊回來 其中任命的一位將帝 為蘇密復始 心智率軍 韓真龍至高 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迪欽 各位 迪欽是在北宋中業來講 重要的一個將領 迪欽簡單說 其實他四代為官 他們家主上幾代也都是武將 但是迪欽真正開始有了赫赫戰功的 是從1038年之後 他到西夏 就是到今天的陝北 從一個基層的軍官做起 我們知道連續幾年 北宋跟西夏 他就發生慘烈的戰爭 據說迪欽在 每一次重要的作戰當中 他都有參加 尤其是大概1041年之後 他被韓琦 范仲淹兩人所加冕 據說迪欽每一次作戰的時候 衝在最前面 作戰非常的勇敢 據說只要是迪欽在的地方 士氣就特別高 所以他的關係就一直漫生 范仲淹跟韓琦很欣賞他 上廚給皇帝 趁他的吃良將才也 待他勝後 范仲淹還以他的老師之舉 所以你看這些士大夫 打仗不行 但是好為人師 每天晚上叫他讀春秋佐世傳 讓他知書達理 不過據說迪欽非常佩服范仲淹 真的把他當老師一樣 到了1042年之後 他就被發作為秦州赤史 各位五人在士大夫 絕對被注重的年代裡面 能夠升為赤史 鄉仲淹今天大夫來講 就是地級市市長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沒有科舉公民這件事是很嚴重的事 他完全靠戰功 後來又被稱為延州總兵 延州就是我們上禮拜講的延安 整個陕北地區防禦重點 他等於是成為一方方面統帥了 不過後來1052年 因為農制高實在是太厲害了 幾乎要把整個梁廣全部都打下來 所以當時宋仁中就問曹城 問了誰呢 可是我們上禮拜講的 龐泰斯龐吉 到底誰可以到南方 把南禪的農制高把它解決 龐吉立刻就推薦 迪青到南方擔任統帥 負責把這件事情搞定 迪青以舒密赴死的身份 帶領這個大軍南下 根據記載馬步軍加起來也有六七萬人 其實也是很龐大的一個軍團 不過你要想像各位 他是從陝西這一帶到廣西來作戰 從帝國的最西北疆到帝國的最西南疆 這非常遼遠的作戰 據說一接觸的時候 其實戰況也不是那麼有利 不過後來宋軍逐漸就佔了上風了 因為據說龐治高作戰 比較沒有像西夏人那樣的難纏 而且他們的武器裝備非常的落後 所以幾度攻擊之後 先在廣西昆仑關發生了一場 雙方主力的對決 這一戰宋軍大獲全勝 根據宋史記載追奔十五里 斬首2200餘 深情500人 龐治高麾下游降臨57人戰死 這個大敗 其實2000多人被打死 龐治高應該還可以再打幾個回合對不對 就不是 整個廣西的壯族各部落紛紛投降 龐治高只好狂奔逃到大理國去了 不過逃到大理國他也沒有好下場 因為大理國跟宋朝的關係很好 大理國完全沒有參與這一戰 不過龐治高跑來 一開始的時候大理國也接受他的投降 但不久之後 大理國王斷絲連就把龐治高給殺掉了 人家是給宋朝一個交代 這場仗就結束了 各位你看他的父親從1029年開始稱號見智 等於是叛亂一樣 一直到1055年 這場在南方的動亂也持續20幾年 各位 不過從此之後 梁廣就再也沒有發生什麼樣的動亂了 這我們必須要稱讚 宋仁中在這次事情上處理的還是不錯的 而且他重用真正資兵的敵親 也很順利的把南部的問題給解決掉 不過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大理國最後願意幫助宋朝把這個問題全部結束 也代表當時宋朝的對外關係 基本上還是很成功的 跟當時四周圍國家都有很良好的一個互動 那南方安定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確定的講 到了宋仁中時代 整個北宋的疆域跟邊界才宣告完全確定 這對整個北宋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歷史 稍微補充幾個一個是雍州為什麼重要 其實雍州就是今天南寧這裡 南寧已經是今天廣西的省府了 所以他是有相當重要性 而且當時也是屬於開發的更好 因為本來農之高在深山老林裡面 對於宋朝來講最不能忍是 當然你打到廣州 在廣州在唐朝就已經是一個開發的非常好 很興盛的城市 三股巨凡非常的多 所以這邊人中很多事都能忍 但是不能忍的時候他也會果斷處置 在這個方面他還是有他的一個決斷力 不過狄青的故事 這就要引入我們第二個 chapter 狄青在這一仗之後 君威赫赫 守攻守勞 但問題是狄青接下來卻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他身上的蘇密使 但各位注意 蘇密使在宋代是文人來當惡為主 狄青是極少五人出任 這個就牽涉到宋朝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他的時代精神叫縱文輕武 第一次又遇到了什麼樣的故事 據說做沒多久就下來了 基本上我們說宋代就是四個字文人政治 我們過去在史古斯明的時候也講過 什麼文人政治簡單說 宋朝的基本的政治格局 就是皇室跟世代夫共同治國 這個狀況到了宋人中時代 可以說是完全成熟了 對整個宋朝來說 世代夫官僚集團可以說是整個朝廷的重心所在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世代夫官僚集團來講 首先第一個必須要能夠 由儒家經典為基礎的科學考試當中脫穎而出 古代叫做出身 你必須要有個出身 簡單說你才擁有作為一個 世代夫集團裡面一員的資格 狄青完全相反 他不但身在宋文輕武的時代裡面 而且他出身寒為他上面幾代都是當兵的 雖然也都做到將軍 但是這個在北宋的世代夫集團裡面 他就是被看不起的 在他身為疏密使之後 就屢屢有人開始在宋人中面前 開始說他的各式各樣的話 簡單說就是認為他不適合擔任這麼高的一個位置 有為祖宗家法 各位請記住這四個字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最重要的還有一點是 當時西夏已經議和了對不對 南方的大南國叛亂也已經結束 所以對狄青來講 其實他的價值也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你也可以說對 當時整個世代夫官僚集團來說 就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不但有人挑他一些小毛病 說他身上穿黃色的衣服 就說他身份僭越 又說他有些行為言論等等 其實就是在找他的麻煩 所以他當了四年的疏密使之後 終於被貶世出京了 以護國軍節度使同中蘇名下屏章式 初判陳舟式 簡單說還是保留宰相的官賢 但是被貶到陳舟 就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陽區這一代當官 但是他一方面是這幾年當官 大概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他身體也已經不太好 所以他到了陳舟之後 史稱說他經儀中日 就他每天都很擔心自己又被別人參奏一本 經儀中日發病去世 50歲就去世了 非常可惜 後來到了1059年的時候 宋仁宗還是追證他上書令 上書令是正義平官 各位相當高 昔寧元年宋仁宗的時候 又將他的畫像畫入這個禁宗之內 欲製祭文 就是宋仁宗親自寫祭文 而且還慰問他的家屬 我們可以說 狄青首先有兩點 首先就是我們剛剛一再強調了 狄青他是在整個大時代的氛圍當中格格不入 所以受到排擠 才會有這樣的下場 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了 他是被到陳舟 其實陳舟離開封也沒有很遠 其實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可以說 宋仁宗有點在保護他 讓他離開排攻 而且保住他的令民 沒有讓他有受到什麼樣的一個罪 所以他等於是到了陳舟之後 心情不好 然後生病去世了 這當然讓人非常惋惜 因為北宋後來就 再也沒有比狄青更傑出的將財了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但是比起後面中朝的武將 比如說南宋的岳飛 他也還算是善終就是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 一個點補充一下 這個時代氛圍很重要 因為一定會有人說 仁宗連一個敵親都保不住 眾怒難犯 你是皇帝也沒用 其實記住這一點 這是一個士大夫 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時代 當士大夫集體排斥敵親的時候 即便狂權再高啊 也沒辦法阻止 所以這一點大家一定要了解 第二個 當時對武人的出身 不管將軍什麼職 再高也沒有用 為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仁宗的三個媽媽 有兩個都是武人家庭出身啊 包括李承飛還有劉太后 他們家都是將官之家出身 但又如何呢 出身就是這個點 大家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萬襲敵親啊 但是要了解 這是北宋的一個時代的背景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看他的嗜好是武鄉 武鄉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嗜好 因為他是武人嘛 所以沒有辦法是文鄉 文鄉就排名第二啦 文中是第一啊 所以這個點先跟大家來講一下 當然這個時代的特性啊 我們要講祖信有所謂的三大祖信 第一個呢 永不家父 其實永不家父的背後就是善待老百姓 另外一個是不殺大臣 其實嚴世觀 還有一個就是善待才家子孫 那這三點呢 不殺大臣嚴世觀 其實背後衍生的 其實還有眾文清武 這樣的時代的背景 那這裡面有幾個故事 要請學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個是永不家父裡面 其實背後所隱含是對老百姓好一點 有很多措施啊 學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於老百姓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據說老人年金都出現了 這我們稍微講一下 對北宋王朝來說 可以說是寬容政治 他對老百姓也非常的寬容 所以北宋王朝當時非常重視 對老百姓的福利 各位請注意 這是一個專制王朝時代 能夠為老百姓的福利著想 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所以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第一個就是 對退休官員的照顧 我告訴各位 北宋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退休金制度 當時北宋大概就從真宗 仁宗朝之後 基本上只要擔任五品金官 然後再朝從滿15年 退休之後都有退休縫 每個月政府會給你月退 當時叫月縫錢 各位就是全世界最早的退休金制度 另外北宋還開始有所謂的養聯營 什麼是養聯營呢 就是文官除了薪水之外 每個月或每一年 還有各式各樣的獎金 包括三節獎金 績效獎金 就是你能夠順利的達成 你作為公務員該達成的任務 KPI 如果能夠額外達成 對 如果額外達成或提前達成 還有養聯營 各位他對世代夫真的是照顧備職 真的是沒有話說 對文人非常的尊重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們看 北宋還有全世界最早的敬老津貼 就也是在人中時代開始 當時叫做降菜錢 聽這個名字有點聳嘛對不對 但實際上所謂的降菜錢 就是給老人家加菜的意思 按照北宋當時的規定 只要是北宋的臣民都有份 年滿60歲就每個月 政府會給你擠掉銅錢 而且沒有排富條款 各位 年滿80歲以上 不但有擠掉銅錢 每一年逢年過節 政府還會送臘肉送各種的禮品到家裡面去 由地方官來送 各位 這是全世界最早的敬老津貼 各位請注意 這個時候歐洲還在中古黑暗時代 知道嗎 你看東方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已經對老百姓有這樣的照顧了 另外除此之外 北宋王朝也是差不多在人中的時候走向成熟 就非常重視照顧老弱孤寡的人民 所以當時由北宋的王朝結合寺院 由政府撥錢的由寺院來負責 就是收養孤兒 或者是收養照顧一些沒有人照顧的孤苦的老人 有的是就在寺院裡面新辦一些單位 直接就讓老百姓進去 有一些是把這些孤兒小孩在寺院裡面來家裡照顧 長大成人之後再放他們出去自行謀生 各位我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重男輕女 其實這個時候也是這樣 有很多農家因為可能家庭環境比較不好 加上又生了太多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女嬰被任意的丟棄 宋朝政府尤其是宋仁宗時代 覺得很不忍心 這些女孩子沒有人照料自生自滅 後來就想了這套辦法 讓孤兒也能夠在寺院中得到政府的照顧 順利長大 所以各位 北宋的人口為什麼增加那麼快 北宋的人口已經突破一億 絕對不是偶然 原因是因為社會生活安定 政府輕搖博弈 就盡量不要增加老百姓太多的負擔 另外還有就是對老百姓有許許多的照顧 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北宋的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照料的話 對整個社會經濟來說 也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補充一下關於這個寺院收養照護這件事情 唐朝就有一些雛形了 只是到了真宗人宗期間 把它完全規制化 這個很重要 唐朝主要是寺院自己在辦的 對 那到了宋台之後 就變成政府跟寺院一起合作來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慈善機構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今天我們講慈濟啊 佛光山啊 大家很有名的這些 為什麼他們這麼熱衷於這些新辦 你看歷史文化是一條線傳下來的 對沒錯 再來他所辦的這些機構名字也很有趣 居養院 照顧養院 安繼方照顧病殘 慈幼莊照顧孤兒 那甚至有一些有複合性的 比如說我一個試用可以辦好幾種 裡面是非常完整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我們叫做以公代政 現代人當時叫做以兵代政 什麼就是香兵制度 那香兵制度很有意思啊 就是每一次只要呢 比如說黃河很會氾濫 比如說有水化有荒災啊 各種狀況的時候 沒問題 我就政府就招兵 那這些兵不是來打仗的 這些兵是來幹嘛 做殘功 做政府的僕意差異 雖然錢真的不多 但有一個特點 不分體格年老老用 就只要呢 你能動的 通通都可以進來 你知道報名到他領選 可能就是政府提供一份口糧給你嘛 讓你生活可以過下去 當然確實薪資不高 那這有沒有像現在 比如說我們經濟不好啊 這個有很多就業事業的時候 幹嘛 政府招人找人去掃地啊 去打掃清垃圾啊 以公代政嘛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其實他是一種兵 不過仁中還創了一個制度啦 他也把這張兵啊 因為收了很多 他也做了一個分層啊 有一種叫做教越鄉兵啊 就是說 這些鄉兵裡面呢 真的還是有些體格比較好的 我把它納入禁軍裡面 叫做鄉禁軍 叫教越鄉兵 那不用教越的呢 就真的完全不用教越 什麼意思 他真正意義上 他其實就是殘功了 他根本跟軍的性質是分開 只是他徒有兵的民衔 但是事實上他完全不是士兵啊 基本上不受軍事訓練啦 簡單講 不用教越嘛 所以就分成教越不教越 所以整個的社會福利支出 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另外我們剛才講的是 布莎大成吉岩士官 有一個經典的代表 我可以唱一首歌 凱峰游戈寶欽天 鐵面無師編總監 誰呢 包整包青天 我們是來講一下他的故事 所謂的布莎大成吉岩士官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好包整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你看又來一個人中朝的名稱 稍微講一下包整 他是盧州合肥人 今天安徽合肥 他的官位最高到了 從二品疏密復始 朝閃大夫以及己士忠 己士忠是相當於監察院 副院長吧 後來還被封為侯 政理部上書等等 就是民間稱他為包青天 但實際上我們看包青天 最重要的事情 倒不是說他什麼明察秋毫 斷案如神對不對 其實最重要的 他就是四個字 犯言之見 在慶立四年 1044年的時候 他上書送仁宗 這一篇上書名叫 其不用張力 他認為清廉是最基本的表率 貪張王法就是民賊 包整曾經七次上書 彈劾當時江西轉運使王奎 揭露他各種貪污腐敗 殘害百姓的事情 而且他多次嚴厲的批評 北宋的任官制度 認為用了太多沒有用的人 就讓朝廷裡面 種源非常的多 三次彈劾當時的皇室的外妻 張瑤佐就是張貴妃的伯父 他稱張瑤佐叫真清朝之污秽 白咒之禮媚 就是說這個人根本就是妖魔鬼怪 張瑤佐竟然被他多次彈劾 竟然就丟關了 這件事情震撼當時的精神 竟然皇清國契被彈劾到丟關了 你就可以知道當時包整是何等厲害 不過這件事情之後 就讓朝中的人大家很怕包整 尤其是這些皇清國契 就收斂了非常多 在嘉佑六年1061年 他成為我們一般俗稱的 開封伏隱 各位 其實他當時在中央政府的官職 是蘇蜜赴使兼龍途閣大抉擇 做到父載相成績了 對沒錯 他兼任開封伏隱 當時他當開封伏隱這幾年 當老百姓有俗諺說官節不到 有閻羅包老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去關說他 因為說他的臉跟閻羅王一樣 鐵面無私 他在開封伏這幾年 的確確是很受到老百姓的愛戴 後來在1062年 他就在開封伏隱的任上病逝 享年63歲 宋仁中加封他為東海郡開國侯 政禮部上書 據說他死的時候 宋仁中還衛冕他的家人跟他的兒子 也給他的家人相當多的優待 這件事情就代表一件事 宋朝的寬容政治在包枕身上可以說 完全體認 不但沒有受到宋仁中的猜忌 懷疑反而還給了他非常高的地位 這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是這邊澄清幾個傳言 有人說包枕是全資開封伏隱 不是正式的 這是完全錯誤的 宋朝只有皇室就是王子 才有辦法真正當到開封伏隱 加那個全資純粹是因為首都市長 除非你是真正上的王子 沒有隨便胡亂 那你才可以真正是開封伏隱 否則全資就是正式的官 那他當時等於是以負載項 兼任首都市長 所以他是高官往下去兼 而且都在開封嘛 對所以等於是包枕 他確實是相當有權位的 所以這邊要做一點澄清 所以他才有那個能量去做這件事 那另外一個倒霉鬼龐泰斯 他是清官他不是壞人 請記住這件事 他的兒子並沒有被包枕斬 這個也要記住 然後他跟龐統也沒有血緣關係 這個也要記住 OK這以上幾點補充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不殺大臣及顏世官 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人中不僅不殺還包容 甚至還符音於他講的是一個對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個故事啦 就是善待才家子孫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擴充一下 為什麼因為太祖朝 並沒有真正統一整個中國 至少在宋朝可見的範圍內 為什麼因為當時還有北漢 還有南邊吳越 那吳越一直都是宋朝的政治聯盟 所以後來到了太宗期間的時候 吳越納主歸宋 就是兩國合為一 吳越的王室進錢 他是錢流開國的 那這個王室是跟宋朝是相死相終 學長所以其實宋朝的寬容政治 也體現在他對於前朝的王室祥君 這個才厲害 也是非常包容 而且甚至像吳越前家 出了非常多人的人 這是不是也稍微講一下這個部分 基本上奉朝的暴容政治 體現在另外一點就是他建立之後 對所謂的前朝還有學弟說的 其他被他打敗的這些國家 或是自己納土奉祥的國家 像是吳越國的這些祥神 或是地方上這些人 都給予非常大的一個寬容 而且不但寬容 而且還讓他們的子孫 繼續享有富貴 繼續為朝廷賣命 像我們剛剛講的 吳越國的子孫 後來最後一任 吳越國國王前處 他納土奉祥之後 他八個兒子 基本上都得到 當時朝廷的重用 這些人全部都當到 至少是刺死以上的官員 你看各位 他還把他放到地方上去當官 實官不是虛官 而且表示對他們沒有任何的猜忌所在 之後幾乎前家一直都在朝廷服務 各位 前堂前世 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家族 我們知道北宋 這時候完成所謂百家姓 對不對 造前孫禮 各位 他是天下第二姓 除了造是當時的黃姓 這個造成一個很好的狀況 就是江南地區 對北宋朝廷的向心力就加強了 我們知道人做好事 遲到有一天 當發生了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你過去所積的德 就有可能在這時候用得上 誰都沒有想到 後來發生靖康之難 對不對 結果北宋的朝廷 唯一那個王子 逃到哪裡呢 就逃到浙江 各位 浙江就是當年前家的天下 就是 吳越的老朝 吳越國的故土上面 又建立了南宋王朝 所以南宋王朝 就在吳越國的故土上面 又建立了150多年 江南地區能夠繼續擁護北宋王朝 而且重建了城市經濟的繁榮 這些絕對不是偶然的 前家人在宋仁宗時代 依然在朝中圍觀 而且地位都還不低 你就可以注意到這一點 可以說是跟宋相死相終 那還有一個補充就是 在南宋以前 北邊的君主到了南邊 關係都非常緊張 南北人的問題 一直始終是相對是緊張的 那當然了 仁宗朝還是有一些狀況 就是 榮觀太多 當時據說金關的數量 已經膨脹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程度了 學長 那到底膨脹到什麼程度呢 而且 有人想要改革啊 不是王安寺 是他的神敗 直接站出來 好 我們講一下 這仁宗朝中夜 有一個很重要的改革運動 國政院運動 持續時間沒有很久 只有一年多 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 慶立新政 慶立新政的主角 就是我們已經在對西夏的戰爭 以及剛剛講到離親的時候 就已經提過 范仲淹 後來我們知道 因為他應付得宜 所以西北的前線的狀態 就逐漸穩定下來了 他在1043年 因為宋夏義和已經完成 所以范仲淹的聲望 也達到了一個巔峰 就在1043年的時候 他被調回京師 擔任參支政事 參支政事 相當於負宰相 這是他的位置非常高了 我們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餓而樂 他回到開封之後 范仲淹就想要大展身手 想要對整個北宋的官僚集團 提出一些改造的計劃 范仲淹當時就呈上了 叫打手造調成十四 就十件事 進行所謂的改革 總共持續了一年四個月 主要改革 就是針對當時的總官 雖然他有提出一些其他的 什麼修五倍 然後開墾荒地 改革稅制 公平搖曳等等 不過這些都沒有很具體的項目 或者很具體的實現 他當時主要的針對一件事 就是當時整個北宋過度膨脹的官僚集團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各位在宋太宗的時代 就是北宋剛剛號稱統一的時候 當時的金官總共有多少人 4萬多人 請注意這個數字已經不小了 對不對 各位知道嗎 到了宋仁中的時候有多少 差不多就是范仲淹改革這時候 已經超過26萬 一個北宋朝廷 金官就26萬 所以今天研究北宋的人 就認為到了北宋中業 宋仁中時代 全中國的公務人員 五官還不在裡面 大概有將近200萬 這是很保守的估計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誇張 當時的開封加上流動人口 大概200多萬人 竟然有26萬的公務員 所以我告訴各位 當時北宋的主要的朝廷的花費 就花在兩大項上面 一個是養軍 一個是養官 所以擁官跟擁兵 就變得非常的嚴重 但是因為國家要打仗 兵不能隨便裁對不對 所以就先從裁官這件事情來 這個針對文官集團的改革 就是歷史上所謂的慶立新政 慶立新政可以說是次代夫的一次自清運動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如何讓自己的效率提升 范仲淵當時提出幾個原則 首先第一個叫明促制 就是文官三年一次 君之升遷 簡直說你幹滿三年就一定會往上升 他把這個肉龜把它給改掉了 而且強調好機 強調什麼功善才行 這四大項來考核一個官員 在任上的表現 表現不好就貶官 甚至於直接裁測 表現好才有機會往上升 另外一個叫易角信 就北宋當時對世代夫優待到什麼地步 還有所謂恩應制度 就是制品官以上家裡面的男孩 有一個人可以補利 用今天的話講 就是普考及格 可以當一個公務員 哇這太爽了對不對 老爸當到大官 兒子不用參加國家考試 直接有一個公務員位置 所以這件事情 范仲淵主張把他完全廢除掉 以後全部參加考試 沒有考試就沒有資格當官 第三個叫金貢吉 就強調在所謂地方上面的考試 就相當於我們後來明清講的 秀才根據人 你在地方上考試成功之後 必須要留在地方上的官學裡面 學習一段時間 包括法律啦 會計啦等等 簡單說就是公務員要正式走馬上任之前 必須要先經過公務人員訓練 你才有資格分配到地方上官 第四個叫責長官 他認為各州各路的事實 必須要格外注意 所以當時他認為 由中蘇省跟蘇密院推薦人選 就是拔著這些人選給皇帝來選任 他認為這件事情要非常重要 以後只要有任何 由蘇密院或中蘇省 所提拔或推薦的這些人 如果在任上出現問題 提拔他們的人要負連坐責任 就是你推薦的人 只要出錯你也有責任 第四叫軍公田 按照當時北宋的規定 只要是科舉考試及格 在中央政府當官之後 就會授以一定的植田 什麼叫植田呢 簡單說就是你的官縫有一部分 可以由植田的收穫來加以支付 但是范仲英認為這很不公平 因為很多人 基本上在朝中表現的很不好 所以他認為考核幾年之後 只要表現不好的就把公田收回 簡單講減薪 各位這很可怕的事情 你想想看 真是想當公務員也沒份了 本來每個月可以拿到一些錢的 也沒份了對不對 所以范仲英 乃格很快就會受到朝中 在資歷上比他更老的一些 官員的瘋狂反對 其中兩個人最重要 一個就是從曾經到仁州時代 都擔任宰相 大名鼎鼎的呂宜儀 呂宜儀儀當然在資格上 比范仲英更老 而且呂宜儀儀一開始認為 他對范仲英有恩 因為你到陝北去就是我推薦的 對不對 就你現在要把我家的人的好處都拿掉 各位呂宜儀儀他們家很會考試 他們家人官都當的不小 很多都至少當到上述的部長以上 呂宜儀儀當時就非常的不高 他認為范仲英根本就在 結黨營私製造朝中的矛盾 哇各位這個在古代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帽子 另外還有一個他的對手 就是前面講過 也是一樣 當過范仲英的長官 在陝西作戰的時候 就是我們上禮拜講過的夏慫 夏慫也是 夏慫當時甚至於聯合許多朝臣 直接就在宋仁州面前摻了范仲英一本 說范仲英製造捧黨 甚至於有陰謀想要勾結外敵來背叛朝廷 已經到這麼嚴重的地步了各位 等於是告訴宋仁州 范仲英有叛國之嫌 不過還好宋仁州並不笨 宋仁州大概對這些世代夫的鬥聲 也心自肚明 一看就知道你小販 你這樣子搞得罪太多人了 所以這些過去你的長官 統統看理不爽 所以都這樣子摻他 我告訴各位 北宋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維持世代夫集團內部的和諧 這個和諧 除了不同的捧黨之間的和諧之外 跟黃泉之間的和諧很重要 當宋仁州發現整個官僚集團 都在激烈反對范仲英的改革的時候 他就很間接叫范仲英 你就罷手吧 所以就把范仲英派到地方上去了 所以所謂的氣 對沒錯 所以整個信地新政 就一年四個月就結束 各位就看出來 當時基本上到了宋仁州時代 整個世代夫集團的力量非常強大 我們剛剛有講過狄青對不對 還有范仲英 各位你看狄青的下場跟范仲英是一樣的 就從中央扁到地方去 是不是 有四個字啊 眾怒難犯 對沒錯 改革非常的困難 所以到了這邊 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北宋面對總官總兵的問題 還會再持續嗎 這邊稍微講一下 分中也沒有動到裁軍的部分了 我舉一個數字 在宋真宗談冤之猛的時候 當時駐紮在黃河南北的進軍有多少 這有數字了 大概57萬人 哇這個數字已經非常可觀了 五十幾萬大軍 駐守在開封附近 因為開封無險可守 沒有辦法 只好靠部隊多 各位知道到宋仁州的時候已經多少了嗎 到宋仁州的時候已經將近兩百萬 那很多是鄉兵啊 將近兩百萬嚇死人了 各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北宋就是因為養官養兵 養到財政不夠用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所以這個改革雖然都沒有成功 不過不久之後 奉英宗即位 宋英宗在位只有四年 宋英宗之後就是大名鼎鼎的宋仁州 宋仁州又用了一位很年輕的官僚 而且道德聲望跟 范仲淹不相上下王安時 新辦所謂的西寧變法 這當然就是後面的事情 從這邊看得出來 斯大夫集團裡面 是有很強烈的自覺感 國家的心亡 我們必須要把它扛住 但是呢 這種改革也必然會引起 斯大夫集團內部的一些鬥爭問題 不過這邊請各位注意一件事 北宋雖然斯大夫集團裡面鬥爭 但這種鬥爭 僅止於一種點到為止的鬥爭 我們可以這樣講 像唐代的牛邸黨征 或是我們講到明朝的東陵黨征 並且把對方全家全部弄死 這種情況在北宋基本沒有出現 我們如果稍微矯情一點講 北宋的鬥爭算是君子之爭 可以這樣子說 鬥志不鬥氣 鬥氣也不鬥力 鬥力也不鬥聲 這個很重要 當然我們還是要給這個時代 做一點總結 其實這個時代是非常複數煩擾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清明上河圖當中 非常繁榮的場景 而他的頂盛時期 就在宋仁宗這個時候 這可以說是宋朝的最全盛的時期 最複數最繁盛這麼多的人口 但是帝國沒有被養垮 那同樣的作戰的單位 明朝末年已經是鬧到 遍地皆反 練想腳想 什麼想都繳不完 民窮才盡到這種地步 所以可以知道宋朝他是有一套 他自己非常完整的 不管是官僚的管理 然後他整個的官員的品質 品德素質 我們這一次還很多人沒說到 比如說像大名鼎鼎的歐陽修 或者是另外一個在宋仁宗朝 雖然官運不是很好的 比如說蘇東坡 那單蘇 蘇氏蘇巡蘇冊 這裡面都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是在仁宗朝發生的 當然他們的官司 對他們的官期很長 其實蘇冊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他在考試的時候寫文大批送仁宗 結果因為他考的那一科 就是要勇於嚴世 仁宗也沒罰他 甚至還給他評了一個第四等 最高就第三等 第四等 一二等是閃給死人的 那個是龍賢 所以可以看到那蘇冊後來官運非常好 一路做到副載項等級 當然中間有一些貶責 不過大體來說很不錯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講的主訊 宋朝的時代精神是非常展現 而他的具體體現就是在他的民間的負數 而負數就在清明上和圖 所以我們來給宋仁宗一個評價 你也不能說宋仁宗就真的這麼無敵嗎 當然還是有人罵他嘛 比如說明末清出三仙真 王傳山 他在他的民著宋論裡面 就講到仁宗呢 清政開始 能不能看到中間這一段 他就提到很多人 我們剛才都講到 就說這裡提到一句 這紅色的 齊敬也不顧敬也 而而退也 齊退也 亦未忠退也 而而又敬也 學長這段要不要幫我們翻譯一下 他在寫什麼 簡單說啦 他就認為說這一些 在仁宗朝的這一些官員 因為各種原因 有的是因為表現不好 有的是因為官僚集團之間 就是我們剛講那些矛盾 有的時候會被貶到地方去 有的時候又回來 有的時候爭官 有的時候就貶官 浮浮沉沉 對王富之的批評 認為他在禍稀泥啊 對 就是你真的好人 你也沒有辦法好好用他 不好的人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把它逐出這樣的 只會在這邊換來換去 然後中央地方輪掉 升升降降 浮浮沉沉 所以他認為宋仁宗沒有決斷力 所以他的第二段就講到 我也幫大家畫 叫 既此三十年賢 人才之處置 國政之心格 一筆一齒 不能以終歲 這就是剛才學校講的那一段 三十多年 就是人才上上下下 國政的改革啊 人才這個扁啊 粗啊 一齒一筆啊 就是不能終歲 都沒辦法貫徹啊 等於說 就禍稀泥啊 意思就是沒有決斷之勇氣 但我覺得他主要是對 氣力新政的改革失敗啊 是相當很晚 因為畢竟啊 我們知道 後世對范仲淹的稱讚啊 朱熹直接說范仲淹是天下第一流人物啊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精神在 不過 四號文文正啊 你就知道了 但是呢 大家了解啊 宋朝是被蒙古人滅 蒙古人怎麼評價宋朝 這更厲害 這很重要啊 我們來看看蒙古人怎麼說 因為宋史是 就是元非常著名的宰相托托 他的漢學數量非常的高啊 能寫詩能寫文啊 史學也非常發達啊 他一個人就寫了三部史啊 宋、金、燎、史都他寫的 他在宋史的仁宗這一段啊 最後那個戰約啊 就是史家的平叛啊 我這邊可以 基本上把大家唸出來啊 仁宗呢 公檢人數出於天性 都說他天性就是非常人數 這個我們上一講講過了嗎 對沒錯 重點來了 大家可以看中間這一段 這非常有意思哦 比如說呢他有一次啊 公中業績啊 私散燒羊 借物宣索 孔善夫呢 致死強賊勿命 以備不食之需啊 這簡單來講 就說晚上的時候 我肚子要吃燒養啦 然後人想說我要吃燒羊啊 結果呢 不要講出去 不要講出去 為什麼呢 很怕這些廚師啊 就過量準備 每天都殺一隻羊 對對對 浪費 寧願自己肚子餓 也不要 對對對 人有看過哪一者皇帝長這樣 這很特殊啊 那我覺得這一段是讓我最佩服 是我這個話紅這一段 大屁遺者啊 揭令上限 遂藏活千餘喔 大屁就是死刑嘛 然後就令他上宴嘛 就是承報上來啊 結果呢每年喔 就多赦了赦免的千餘人啊 這個非常厲害 那最後一段很重要啊 在位42年之間啊 勵志若偷舵 而正是啊 滅殘克之人啊 刑法是重詞啊 而絕育啊 多平允之事 國未常啊 無必信 而不足以啊 累次世之體啊 曹未常無小人 而不足以 聖善類之氣啊 君臣上下 側還之心啊 忠厚之政啊 由以培庸送 三百餘年之機啊 那這段讓你來講解一下好了 簡單說在蒙古人 他們檢視整個是中朝 他認為說 當然也是會有些貪官污吏 也是會有些不好的事情 但總的來講 他認為人中朝在這個時代 大致上來說 都還能用一些正直的人 能夠把整個朝廷的風氣把它匡正啊 所以固然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但是整個朝廷的風氣還是非常好的 簡單說啊 脫脫也等於是肯定人中朝的一件事 就是兩個字德制 從這個皇帝開始啊 到底下的官僚世代夫 大部分都還能夠節制自己的權利啊 能夠願意為老百姓為朝 做許多的事情 所以當時整個朝廷的風氣 基本上還是很好的 還是以善類當家嘛 這邊有講到善類之氣啊 雖然沒有辦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但是基本上還是可以讓朝廷能夠 繼續運作的下去 所以他這邊也用到傳約左傳啊 為人君子於人 這段就是人中神這個嗜好 很好的一個由來 就是你作為一個君王 最重要的德性是什麼 就是人 什麼是人呢 就是能夠上下協調良好 能夠對文武百官 能夠對天下百姓 永遠抱持的一個仁慈之心 能夠體諒老百姓的不義 所以陳無愧焉 他認為這個人字用在宋仁中身上 他絕對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以傳統儒家的觀點來講 人中絕對是幾乎完美的君主 因為他非常的克制自己的權力 願意分享權力給官僚世代夫群體 而且最重要一點是 他時時刻刻關心老百姓的生活 不願意給老百姓造成太大的負擔 這就是完全符合儒家的一個傳統狀況 就是我們剛前面講德制 所以這樣的一個君主 除了整個帝國內部的治理情況之外 最重要的是這個君主本身的品性 道德要非常好 如果我們說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不可行 我想宋仁中就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看這個皇帝願不願意把這件事情 把它做到底 OK 所以托托在這邊還有一個肯定 宋三百餘年之機 他把宋朝三百年的機業歸給了仁中 這個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他一個就是對子孫的匡政 子孫異角其所為 仁中也是做了非常好的典範 其實宋朝的君主基本上都還是不錯 至少北宋的朝 當然還是後一中出了一點狀況 大體來說是這樣 那我們今天關於仁中的故事 其實還有非常的多 我跟大家說 還有郭皇后廢後的事情 這也很複雜 當然我們就把它用在 我們在另外一段 大家到時候欣賞我們的小品 給大家來參考 最後還是要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然後加入桂園 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也歡迎大家可以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或者線下的贊助 綠界PayPal 微信 郵局 都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糧草 做得更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王立美學長 OK 謝謝學弟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講 再相見了 拜拜 嗯 拜拜